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知道我们看上礼拜五 拜登跟川普那个悲惨的90分钟 拜登那样的一个恐怖的反应 真的已经吓到了美国 现在不只吓到美国 现在也吓到了全世界 而且这样的一个恐惧 这样的一个联谊 甚至还影响到中国 俄罗斯跟北韩三方唯妙的一个互动 最近有一个人突然跳出来讲话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他叫郑永年 一般认为说他是习近平的智当 因为习近平有很多事情 是跟他商量跟他讨论的 他居然放了一个话 他放了什么话 他说现在在中美大对抗 就是说美俄大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跟俄罗斯你不要选边 如果中国在美俄选边的话 那就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那就不对啊 今天中国还有选择吗 中国本来不就要站在俄罗斯这边吗 你的不选边不就代表 你不要去挺俄罗斯吗 如果你不去挺俄罗斯 这个时刻另外一个变化就出来了 之前我们看到 金正恩还有普丁 普丁当时去拜访北朝鲜的时候 他迟到了迟到 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 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里面 普丁完全非常不把他放在眼里面 他去干嘛 他就在玩他的麦克风 当时的金正恩刚刚讲的 眼神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就算你们两个人各怀鬼胎 就算你们两个人并没有站在同一条线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大环境下 北韩做了一个决定 北韩干嘛 北韩现在的卫星是用中国的现在 他的卫星要干嘛 他卫星要用俄罗斯的 还有北韩现在要派四个旅 四个旅的工兵营 大概两万人我要进到乌克兰的一个战场 就完全的力挺俄罗斯 完全站在这个俄罗斯这边 所以四周你说这个国际大局是正在变动当中 没有想到当大家开始意识到川普要当选的 没错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大家开始皮刷的蛋了 开始皮绷紧了 开始说了 当中国一说了以后 他就会影响到他跟俄罗斯 他跟北韩的关系了 我们常常说世界是一盘棋 但是问题是现在下棋的那个主key 美国的那个主导人可能会换人 你会换人的话 他当然整个想法战略思考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应该这时候 变天了 对习近平的国师 他就突然讲一句话 如果中国入如果站选边站的话 三站可能已经开始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话 跟美国对抗 那老早第三次世界战略就会开打了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绝对没有站在俄罗斯这边 他说我没有站在俄罗斯那边 就代表我没有挺俄罗斯 对所以现在他讲法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讲除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讲法是说 我没有挺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被这个美国制裁 给全世界抛弃 所以他当然讲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是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话 俄罗斯超西 就是北韩还有中国的关系 在默默的变化之中 那什么变化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 川普上来把大家都吓坏了 对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朝鲜就是北韩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可是最近北韩做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呢 我们的国家电视台播送的这个画面 以前都用中国卫星 但是我们现在改用俄罗斯的卫星 就是用这样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南韩他们都有在看 因为弄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之后 他们很多南海的监控单位 没办法看到相关的影像 所以他们知道说是换了卫星 而且是换了俄罗斯的卫星 那不是很不给中国面子 你国家这个电视台 来说用的这个讯号 从中国的卫星变成是俄罗斯卫星 所以表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跟朝鲜的关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中国对自己的北斗卫星 是怎么样的得意 而且他也想说 我的北斗卫星就取代美国的GPS 而且我等于说 大家用我的卫星以后 我才可以变成这个地方的资讯霸权 没有想到 第一个阿波浪杠的居然是北韩 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很有意思 金正恩上一次不是在 这个平壤见面的时候 他不是表情很不好看吗 这个普丁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保杰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 今年已经见了两次面 见了两次面你知道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习近平还没有见过金正恩 所以说他们两个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 但是他们两个 对他们两个来说 已经今年见了两次 所以告诉你什么 朝鲜就是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急速升温之中 然后它跟中国关系 似乎是渐行渐远的一个关系 我就连这个国家电视台 这个我都不要了 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想用 邪恶中心把几个国家 框在一起 这个中国俄罗斯 北韩跟伊朗 就跟他讲的 中国一Q了以后 绑得越紧的 是北韩跟俄罗斯 对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因为跟川普有关 所以跟川普有关 当然跟川普有关 保险我误定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谁 中国他绝对把你电得金屎屎 也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拜登的 他的主轴是中国 但是其实他也在对付俄罗斯 但是如果假设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跟俄罗斯他是怎么说的 说你北约自己打 如果你们这个 我可能就不要支援 这个乌克兰 你们北约 欧洲应该尽点心力 他讲说我如果上任之前 我就要把俄罗斯俄乌战争给结束 对 第一个乌克兰如果不配合 不上谈判之后 乌克兰所有的军院 我都不肯定 如果俄罗斯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先进武器 而且可以解开所有的限制 全力攻打俄罗斯 对所以现在对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他时间有限啊 他应该在川普上台之前 取得更好的战国嘛 这样我在谈判才能够好谈判啊 那他怎么谈判 中国给我这个所谓资源 没有资源啊 因为中国已经说我不选变资 Q了 Q了 但是有一个人会给我 那就是这个金正恩嘛 那金正恩为什么会呢 因为宝贤你知道 过去金正恩一直很恨什么 我老是被你中国视为是老二四汉 中国一直说 他们之前不是中日喊三国的高峰会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要促进什么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个对金正恩来说 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是有核武才能够搞到今天 对 结果你叫我无核化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目前我只对金正恩来讲 他也寄忘了川普上台 为什么 川普跟他曾经面过面那么多次 所以他可以直接通川普 所以有点他就不会是这个中国的小老弟 他是变成是这个美国的小老弟 都不一定 所以我才说 现在整个疯了 因为川普上台的时候 真的国际局势会出现非常大 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金正恩没有不敢赌的 没有不敢赌大的 现在赌一个大的是吧 除了刚刚讲我从卫星 从中国变成俄罗斯之外 现在我要派四个旅的工兵 你大概两万人 我直接要到乌克兰的战场 我要完全 站在普丁后面 对 因为普丁目前为止来说 急需要这个扩大战国 我就讲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搞不好战胜就要在那个时候结束了 你们要双方谈判 那对这个普丁来说 急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后球技资源 你看最近他不是被打得非常辛苦吗 打得非常辛苦的时候 你知道乌克兰说什么 乌克兰说我们击落了非常多的这个导弹 都是北韩的导弹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北韩要继续支援我 因为现在中国的支援到现在为止来说 有一点矩起来 那所以他才来这个地方 那听说他们上一次签约了之后 是怎么样 这个北韩拿了一亿多美金 就说好 我们要派这个两万名的这个军队 尤其是工兵旅的这个状况 有约莫四到五个旅 然后抵达乌克兰的前线 他们在顿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他们会做什么 这个排雷 还有维稳等等的这个工作 那甚至会帮俄罗斯构建 所谓的军事的这个 这个攻势 战毫啦 那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他要巩固 现在有的这个疆域 我要把它巩固住嘛 所以就是说你就知道说 其实目前是他你看 这个金正恩拿了1.15亿美金 也非常好啊 反正拿到我现在欠缺一些 所谓相关的资源啊 你给我 那我给你这些武器 我给你这些 这些所谓人员 所以现在反而是 站在这个俄罗斯后面的 就是北韩 所以没有想到上个礼拜五的 那一场的辩论会 现在大家感觉到了 川普要当美国总统了 他的联谊 他的整个连锁反应 会这么的强 而且我们都还注意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 连BBC还报道 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 我没有想到 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这么样的糟 也没有想到金正恩 现在这么防着中国 因为在压力将在很多 中国跟北朝鲜的边界的时候 居然刚刚讲的 都硕士钢烧 设置铁丝网 他干嘛去阻隔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对没错 实际上这是BBC的报道 他就说 这个图片显示了 北韩封锁了跟中国的边界 你看 这是最新的报道 他就说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 在Covid-19的过程里面 这个北韩把这个中国 跟朝鲜之间的这个边界 把它持续巩固了 你说都是弄这个铁丝网 对 铁丝网都弄起来了 那整个国境都弄起来之后 很难跑出去 另外是什么 宝贤你仔细来看 这之前的这个围墙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围墙中间来说话 他有这个哨所 一个一个哨所在这边 也就是说 他巩固非常严重 就是不让你跑 而且他也不想让中国 不想跟你互相往来的这个局面 在中国跟北韩之间 我不但是有铁丝网 我不但是这个铁丝网 一段时间 我都还有哨所 哨所就有军人 在这里严密监控 对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讲 这是之前的 这个原本的这个画面 你看他现在把很多桥 都把它组起来 然后把这个所谓围墙都组起来 在这个压力 降这个周边 你看以前是没有 现在是有这座墙 另外一个你看 原本在这个北韩 跟这个中国的新一周 这个地方来说话 原本你看蓝点的部分 就是相关的这个蓝结点 这个部分 那红点的话 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哨所 好这个围墙 你看现在 现在你看 这个哨所 这个红线还在 但是红点红点都是什么 红点红点就是一些 相关的边境的这个措施 至少有2370 307个 他根本是搞了一个万里长城 所以你说他把 他跟中国之间的封锁 把它封得越来越严格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2019年 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现在已经盖了非常多 周边的这个大楼什么什么 把它封锁起来 所以可见 北韩现在是比较防谁 防中国 防得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特别提到就是 在庞贝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当时是吧 就是这张照片 是 他当时有跟金正恩见面 他说他最惊讶的一段话是什么 金正恩跟他讲 不要相信中国人 中国人都是骗子 对 这句话是来自什么 是来自 庞贝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就讲到说 他去见金正恩的这个件事情 那金正恩就跟他说 他认为说 中国都是骗子 他说 我还宁愿美国在这边驻军 因为为什么 你美国驻军的时候 在保护我们这个朝鲜 免于收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 因为南韩有这个驻军的时候 所以中国拿我们美子 他说万一 如果假设美军离开的时候 中国可以掌控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西藏 所以他希望美国在南韩驻军 对 他说我们会变成西藏 我们可能变成新疆这样 可是保护 他讲的话道理对不对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朝鲜半岛 对中国的安全太重要了 所以中国一定会想要控制朝鲜半岛 那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去控制新疆 中国想要控制西藏 他就没有道理 对 不想控制朝鲜半岛 所以这就是金正恩怕的 金正恩就说 因为你们驻韩美军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免于中国的威胁 他跟蓬佩奥这样讲 蓬佩奥就很 有点惊讶 他就说 他说我们这个 中国常常重生的美军 撤离韩国将会让金正恩开心 金正恩笑得起来 并且兴奋地拍打肚子 感叹中国人是骗子 骗子 所以他原文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 其实金正恩的这个想法里面 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朋友 真的在国际关系里面 真的虚实难辨 对 没错 所以那事实上你看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 还有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金正恩跟这个蓬佩奥说 没想到你会出现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对了 我们是的确想要杀你 但是我们练习很多 没有杀掉你 但是我现在很想杀了你 但是你知道 他们国际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即使我要杀掉你的时候 两个要合作的时候 还是可以握手 互相的合作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知道 他们后来见面了 川普不是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吗 他就说 他把它称为叫做小火箭人 Little Rocky Man 就是这样 金正恩跟这个川普见面说什么 你叫我火箭人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那个Little 所以那事实上显见 即使是他们双方 这个你来我往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 我们真实的这个利益是什么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真实的利益就是 北韩现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不甩中国了 而且在我最近 之前他不是空飘气球吗 空飘气球弄了一些会晤 有一些大便 有一些蛔虫跑到了南韩去 对不对 他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丢这个气球 不是丢给南韩看的 我是丢给中国看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有讲 事实上之前5月27号 不是在首尔开这所谓的 三方会谈吗 三方会谈里面 你看李强 这个尹锡悦 还有这个岸田 三个人就说 我们要达成 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 所以这时候对金正恩就很不爽 我无核而做 我就没有这个地位了 虽然就在你说要安全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这个所谓排泄物台 空飘到南韩去 甚至他后来不是在发射 四射这个飞弹吗 所以动作就告诉你什么 金正恩现在在川普 可能当选的状况之下 他知道未来 我就直接跟川普 这个对话就好了 我还要透过习近平干什么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恐怕会有一些 微妙的变化 你说现在这个局势 真的是诡谀多变 普丁已经很久没有迟到了 结果没有想到 你在拜访北韩的时候 你大迟到 你大迟到 你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三点钟 而且在过程里面 非常的不礼貌 照理讲 金正恩应该非常的生气 可是没有想到 后面竟然全力的配合普丁 那这个局势急转直下里面 关键当然是中国感觉 他在抽手了 现在关键在中国 好像对俄罗斯 对北韩都保持了一个适当距离 而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个适当距离 因为川普真的有可能当美国总统了 你知道川普上台之后 中国自己心里有数 他还是川普的主要敌人 那这时候其实金正恩 还有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对川普来讲 他都是小孩子的意思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川普说什么 说普丁 基本上如果他在位的话 普丁不会打乌克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泽伦斯基还有普丁 大家都在找下台阶不是吗 对 当预防川普年底 如果真的当选上台之后 是不是恶乌战争 真的是和平 会露出一杆曙光呢 再来一件事情 你看金正恩 他是从来以前来讲的话 跟川普见过面的哦 对 而且他其实跟川普 也谈得不错的哦 那川普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 跟习近平呢 他之间的友好关系呢 其实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常常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讲 都是猜忌的 知道即便是有中共抗美援朝 但是你知道中国抗美援朝之后 做了什么事情吗 做了什么事 要讨钱啊 讨钱 金日成讨钱啊 那金人也气死了 你进来帮我 你看后面来跟我讨钱 还补偿款等等之类的 再加上后面你再发现到一件事情 金正恩他的上台 中国留了一手 他把他的哥哥金正恩 把他养在澳门你知道吗 后来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气得要死 你是不是准备要送他回来 夺取我的王位啊 所以当时不是派人到马来西亚 把他的哥哥暗杀掉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北韩一直都在防着中国 那朝鲜半岛以前不是他的朝贡国吗 中祖国不是这个中国吗 是不是有可能把朝鲜半岛要回来 所以其实对越南 北韩等等这些周边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都很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之后 就把他们吃掉了 但是真的怕 对啊 但是美国不会啊 这个是真的 也就是在北韩跟中国的边界 他居然搞了一个像类似万里长车的东西 第一个 我用铁丝网全部包围 我不但包围 我中间还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少数 是啊 那你知道说 其实北韩都在防范中国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通常把我的情报 都送到南韩去不是吗 或者是说 你可能接收我那些相关的情资之后 是不是跟美国交换 当做一个筹码跟美国交换 这其实是北韩非常不信任中国 所以你看到现在 卫星换成俄罗斯 卫星的通讯系统要换成俄罗斯的 其实他更早之前也不是用中国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用了中国之后 可能发现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的情资可能外泄了 这时候为什么普丁到了这个北韩访问之后 才把它再换成俄罗斯的这个卫星系统 其实这说明一件事情 俄罗斯可能跟北韩也说了 其实我可能也是受爱者 为什么 俄罗斯可能也是认为说 中国也有可能把我的东西拿去跟美国卖啊 所以这个事情做 就是说中国他想要两面都讨好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北韩的 北约的秘书长史腾伯格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中国不能游走在俄罗斯跟北约之间 什么意思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北约来卖哦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俄罗斯去卖哦 所以两边想要讨好 结果到最后来讲全世界把你看破 看破你的手脚 所以北韩可能也从普丁那边得到很多讯息说 你可能你弄他的卫星 你的通讯系统你的情资 可能都拿到美国去卖了 拿到北约去卖了 那这时候俄罗斯跟他讲说 你用我的卫星 我基本上我们至少是好朋友可以挂带 这就我就懂了 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里面有一条 就是说 现在北韩从 本来从中国的卫星 变成了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 谁发现的 南韩发现的 因为南韩要监控北韩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搞了半天 根本不是什么南韩监控北韩 如果南韩可以透过这样子来监控北韩的话 他就可以监控中国了 不合理 搞了半天是中国根本就把这些资料 不断的交给南韩 那有一天中国讲 我不能交给雷丽 因为他的卫星变成俄罗斯了 南韩才知道你换卫星了 是啊 所以这些事情是南韩透露 南韩官员透露说 我再怎么找不到 这个过往的这些讯息 代表说 是中国卫星漏洞吗 我认为的不是 中国他自己也会防范 否则中国的信头都到西方国家去了 只是说中国有可能把 北韩的相关的这个资讯 卖给西方国家 这可能是北韩为什么现在要转成 这个俄罗斯的卫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宇雪 我们早上讲的世界是一盘棋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这盘棋这么紧密相连 上个礼拜我刚刚讲 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在那辩论会 有人讲那是一个恐怖的90分钟 悲惨的90分钟 那对民主党来讲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而这个联谊 不是讲 现在是美国很紧张 现在是中国 俄罗斯 北韩 大家很紧张 还有一个很紧张的 是北约很紧张 你说北约吓死了 北约对拜登的状况 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那当然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是见证者 目击者 他们是暗发现场的目击者 暗发现场 对我们讲 那时候拜登就有出席一个 叫做在这个霸果 这个诺曼蒂登陆式的纪念活动 来各位就是现场的纪念活动 你仔细看喔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深蹲喔 他现场突然就 对不是 他就突然想坐下来 然后就屁股往后面一坐 你看在旁边的马克宏 那个有多尴尬 直接是我们讲大型车祸现场嘛 所以 Gear在旁边就突然跟他讲 敲敲话说 你不要乱搞了 不要坐 不要坐下去 不要蹲 这里不是健身房 不要坐深蹲 不是啦 因为拜登可能就是站久了 觉得人很不舒服 他也忘记自己人在哪里 然后就想要坐下来嘛 所以说在这个场合里面 照理讲 你们应该是站着管理的 可是拜登跟马克宏握手之后 他想坐下来 可是他也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 就四座非座 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后 他老婆Gear在旁边 我跟他讲小小话 你给我站起来 对 就是他瞬间就在那边 就ㄎㄧㄤ掉了嘛 想坐就坐 ㄎㄧㄤ掉了 ㄎㄧㄤ掉了 所以你看到后来 那个马克宏多尴尬 因为Gear就想说 不行 再接下去 我老公要出洋相 赶快就把他戳着什么 高歌离席直接牵走了 ㄎㄧㄤ掉了 直接把他牵去旁边 所以那保底哥 你知道荒謬在哪里嗎 活动还没有结束耶 因为原本应该是由拜登 跟马克宏一起像什么 这些诺曼戏登陆 当时的老兵致敬嘛 所以你后来看场面 多互相感觉 变成是马克宏 很不好意思 赶快小跑步上去说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 他这个老先生有状况 老先生有状况 然后一个一个去 跟这些老兵致敬嘛 所以你说 本来这个握手的动作 是拜登要做的 拥抱的动作 是拜登要做的 可是拜登当时已经 ㄎㄧㄤ掉了 拜登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了 他到底要做还是站着 他已经搞不清楚 所以Gear赶快 把他带到 带离现场 带离现场只剩下马克宏 独撑大决 我跟妳讲那些老兵 可能坐在那边握着 马克宏的手心 想说拜托我打过诺曼蒂 我身体都比你拜登还好 搞什么状况啊 我都知道现场 我应该心里如意 叫你给我在那边坐下 我都没有突然站起来 所以你知道这有多荒谬 所以拜登的身体好不好 他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好不好 马克宏心知肚明 马克宏心知肚明 Gear也心知肚明 诺曼蒂登陆的老兵也心知肚明 甚至连他的保镖也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 因为你看那个时候拜登也是一样 一下车之后马上站在那边 然后他在干嘛 你看他旁边的保镖 惊慌失措 他说老大你怎么还不走 他不知道怎么办啊 他说我现在该要怎么办才好 所以照想拜登一下车 他应该去到他的目的地 他应该离开 就他是保镖 刚才讲的 看着拜登 老大你到底在干什么 哈啰有事吗 怎么了老大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而且更荒谬还不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拜登G7的时候 他就来见了这个POP 我们讲教宗 罗马天主教教教宗 我们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盛典 结果没有想到他见到方济克他干嘛 他直接把他头 咳嗽 咳嗽 他就直接头 额头碰额头 他不是碰他 你仔细看 他就咳嗽 然后这你知道 开始有压力耶 他是把自己的身体重量 往方济克的身上压 甚至把手往他肩膀身上撑 他可能又想要找椅子坐了 他把方济克直接当做支撑点 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还没有感觉 你要看这条照片 你才知道 当时的方济克 是惊慌失措 吓坏了 你看我们教宗的眼神 教宗的声称 你在干嘛 你怎么这样 然后还是得要顾说真理 而且我为什么不讲 不只是教宗吓坏了 连旁边的阿根廷总统 你没有看到 那什么样的眼神 你直接看着他 然后直接退避 然后说 往后 你在干嘛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 你就知道整个欧洲国家的各个领袖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吓坏了 这半天不行了 所以一开始大家心事肚明 大家都把这个状况放在眼里面 我们之前不是讲 在诺曼尼登陆的时候 他跟G7 也就是在所有的领袖里面 在一起的时候 别人往东 他往西 别人往前走 他往旁边走 那完全 如果完全掌握不了 后来是意大利的这个所谓的总理吧 抓过来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已经心事肚明 可是这个时候大家不敢说破 等到上个礼拜五那样的一个局面 知道大家不演 大家知道说 这个局已经演不下去了 我觉得波兰的外长 讲得更妙 波兰的外长居然讲 拜登 你太老了 对 我跟你讲 欧洲国家对于这个 其实就像是国王的心一样 就是说他们早知道 拜登的身体状况有问题 但是大家不把这个牛皮戳破 反正呢 美国的军援 美国的精援 能够迟迟远远不断的 跑到了北约 跑到了乌克兰 我们就能够接受 但现在的局面不同了 因为这个竞选的辩论的场合 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不惜 已经是一个铁真正的事实 所以你看到 他们现在预设什么 把川普会当选 当作是一个预设 他们在讨论说 川普如果给他当选的话 在这场辩论之后 我就非常担心 现在我更担心的 所以你看 波兰外长 怎么去评价拜登的 这一场之后 我们讲的这个辩论会 他说我把拜登 跟这个罗马皇帝马可 这个奥利约的相作评论 他怎么讨论 他说我 他这里是把接力棒 交给了无能的儿子康茂德 搞砸了自己的权力交接 康茂德的灾难性统治 开启了罗马的衰落 换言之 拜登在这边死撑活撑 接受最后面竞选 到第二任任期的时候 他跟拜登讲 你把你安排好 今年最后的一段工作 这非常重要 你现在的最大的工作 就是好好交呗 对所以他意思说 你要知道该怎么上台 但最重要是下台时候的转身 显而一件 他是在批判拜登什么 连自己已经垂垂 老以没有能耐 就弄得自己如死能难堪 因为如果你只很清楚知道 我在81岁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继续学下去 你就应该早早安排好接班 你就不应该再选这个第二任嘛 所以他们现在在想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好那川普当选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事实了 Nothing can stop him了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了 他们现在得要讨论说 好 如果他脱离北约的话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欧洲外交委员会 德国办公室主任 贾纳普勒格林里面就讲 他说这场辩论会之前 我就很担心了 我看了辩论会 我就更担心了 他说川普可能会正式脱离北约 他也可能不想 但他拥有一切破坏北约的手段 因为代表大家 其实早就已经知道 拜登的身体状况 但等于说这个国望心 现在戳破了嘛 现在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CNN 包括了这个经济学人 全部都讲说 现在最重要一个就是 拜登你赶快下台吧 你赶快这个停止选举 当你要停止选举的时候 刚刚讲的 你的接班人赶快出来 不然这真的是一场的灾难 现在 所有的民主党 人人自为 对 现在民主党 整个掀起一股叫做习登计划 就是第一 拜登必须下来 第二 我们到底谁是接班人 大家在讨论什么事情 讨论说拜登必须下来 但下来之后呢 我们该要怎么做 而最惨最惨的是 拜登这样的表现 也让民主党的赢根 瞬间都在大断嘛 包括一个前线的 这个众议员的民主党人就说 我们现在募款了 非常困难 我们甚至要讲到什么程度 他说我们呢 以前呢 跟他们讲说 他们绝对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会直接把信用卡掏出来 我们甚至被迫 要卑微到说 为了众议员 我们现在众议员 是我们最后希望的 如果众议员撑不住 恐怕整个国家都会沦陷了 好 辉成 刚刚讲的 上礼拜五 那个悲惨的九十分钟 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 民主党的自信心 现在民主党人人自为 现在更可怕的是 现在他的老婆 还不让他离开 然后呢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 所谓的拯救四十八小时计划 不做还好 老婆看的画面 你的证件会 已经让你献出原形了 你的体力 你的能力 你的智力 都已经不能应付了 结果发现 你当你在继续办活动的时候 这个缺点一直被扩大 对 所以你知道 这个画面不断地去弄出来的时候 大家只会有更多的一个质疑 什么质疑呢 天哪 他真的有办法当我们的美国队长吗 他真的有办法当我们的美国总统吗 所以现在这些画面 就一旦出来之后 我觉得反而是会影响到 他的一个支持率 你有没有看到 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老婆 Gio出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他要挥抖去 所以这些是所有的问题点 他现在变成是 如果你不把这个场景 放在这个是选举造势的场合 其实你把它放在 可能是安养之中心或什么的 事实上也是那样的画面而已 也就是什么 就是我兄弟不知道我要去找 我兄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兄弟不知道我现在去找 现在所有呈现出来的画面 就会让美国人的疑问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到 拜登现在一直都有那种 突然瞬间停止 对 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是欧巴马 巴马拍拍肩膀 爬给拉走 这个是重要的造势场合 这个重要的木杆称慧 连他该怎么办都不知道 另外刚刚讲的很多时候 都是他的老婆Gail 连他要下一个小台阶 都要有人在旁边扶持 而且刚刚不是有个画面 他下车对不对 下车之后不是有一个保镖 另外一个女保镖 两个站在那边 就是这个画面 他完全不走 他没有走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牵他 没有人牵他 他就不知道去哪里 他不知道往哪里走 所以现在是呈现一个 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伯仁斯坦 就是我们水面案 非常知名的一个记者 他会在这一次 真的是坦言不讳 直接就说 事实上过去这18个月以来 白宫里面的 最亲近的幕僚人员 还有跟他接触过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他有问题 每个人都说 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可是当这些人 试图去跟他们的一个家人 跟这些白宫的幕僚人员 去提的时候 竟然是吃到了闭门羹 换句话说 为什么这个 现在的民主党的人 这么愤怒 或是直接就说 你赶快下台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你把你个人 或者是你的老婆第一夫人 把你个人的野望 放在整个民主党的前途之上 甚至是放在 每个美国国家国运之上 这刚才不是讲吗 你现在这样的状况 所有的金属都缺了 以前都是把信用卡 一拿出来 一刷干就捐款了 现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 这个信用卡藏起来了 是 不只说 我跟你讲 他这样一个画面出来之后 你不要说只是美国这个捐款 那个说了 刚提到的 所有北约的这些国家人 是不是一个大迟疑 但他心里想说 我们是个团队 我们是个队 我们要对抗邪恶族星 结果出来的美国队长是这样 我要去倒 那还得了 所以才会 现在连北约的人都会对他有一个很大的疑虑 而且可怕的是 他现在旁边的都已经讲白话了 对 第一个人讲 博尔斯坦讲说 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 他根本出这种状况是存知不求 另外就像讲的麦卡锡 以前的众议院的院长 他怎么讲 他说他这半年来 他这种状况 认知能力的衰退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他怎么讲 他说现在的拜登已经不是我以前 认识的那个拜登了 他们现在直接讲 他说你面临到拜登的时候 你要开始判断他 他现在是时候的拜登 而且时候的拜登 因为现在开始有时候时候的失败 所以这个很可怕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心里想说 这个问题 你一直嘴巴 你们所有的亲近人士都跟我说 他可以的 他其实偶尔还表现不错 你看他最后还不是怎样怎样 可是问题是 当然他这种笨拙 然后不知所云 然后整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种画面 这个画面会说话 这个画面在这种不断的强调之下 他说美国人民的疑惑 只会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不会被解决 除非他们就讲到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个画面太荒谬了 跟马克宏握完手 该站该坐 他完全不知道 他老婆在旁边吃点 而且是他老婆连怎么吃点 他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老婆知道根本已经隐瞒不了了 照理想你要留下来 跟这些后面的老兵去握手 拜登就这样跑掉了 其实宝吉哥某一种程度上 我觉得现在是用一种比较斯文的方式 但民主党事实上已经在逼宫拜登了 说你现在投票投给他 真的是拜登在决定这个国家的事情吗 还是其实是他老婆 还是其实是幕僚长 所以现在他有一点是被 好像推出来的一个咖喱昂 那后面谁在操控他 后面真正是谁在为美国的前途 做决策这个人 没有耶 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情况是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 你看他出现了所有的场合里面 哇塞 就是谈笑风声 胜券在握 然后光彩飞扬啊 你看 你看十万人的场子 全部大家欢声没动 这是川普的场子 这是川普现在的场子 而且你知道哪里吗 纽泽西州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在纽泽西州这些 那个川普场子 可以叫出这么多人的话 那你要知道 他如果再往南方走的话 他支持的力道有多强 所以这就是如果这样拖下去 如果这样子 这样子扫下去的话 我跟你讲 这国会议员的选举 有真的民主党也要揣着弹 好 所以提会 经济学人就讲 大家已经心知到说 现在拜登很老了 可是那一场的辩论会 让他知道 他居然老得这么样的一个可怕 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了 而且你讲说 民主党现在是 他现在已经完全 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你现在看到 共和党虎视眈眈 每个共和党的议员 好像都活起来 你知道吗 每个都是要找拜登的麻烦 或是找民主党的麻烦 就说你们推着这种人 整个治国 所以现在来讲 共和党活过来了 不只共和党 川普大家知道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 非常嚣张了 然后到哪里 到处去造势来讲的话 万人的专动 但是你知道 这是川普的造势场合 对 然后共和党的议员 每个人是兴致勃勃 而且很多人都在提说 那你有胆 你民主党提出来 你因为为什么 按照美国的宪法 第25条修正案第四款 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的所有的阁源 就是拜登所任命的阁源 有一半以上 如果认为说你的总统 无法试试的话 你可以提交要求说 我现在副总统 来这个代理总统 然后这时候 如果你现任总统 拜登假设 如果贺锦丁提出来了 拜登如果认为说 我还是可以做的 这时候你可以提交国会 国会如果维持三分之二 以上认为说 你不行了 那这时候 你基本上无法再当总统 现在拜登卡 就现在卡在哪里 如果你今天被证明说 你的这个生病了 然后你无法盛世了 那这时候 你是要马上辞掉总统的 你说连总统都没有 总统都没有 那你这个继额来讲的话 第一分的当然就没有了 不是吗 所以今天来讲 所以如果拜登现在不要参与 是不是说我不要选的问题 你连总统的资格都有问题 那你总统资格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阁源 你的索尔的部长 是把他换人了 对 对不对 然后你贺极力赌党大权的时候 你其实民主党内部的 有没有反贺极力的生意 当然有 当然有嘛 所以这派系的问题啊 对 所以民主党为了压制所有的派系 干脆让拜登继续写下去 这只是唯一最后的一个方法 你知道呢 所有的东西都指向最坏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 只能指向最坏的结果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 民主党只能这样走下去 顶多就是什么 我输到这个四年 四年后再来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全盘皆输 你连国会都会输 你连民主党内部来讲 分奔离析 这是民主党现在最大的危机了 你知道在希腊的这个神话 希腊的这个故事 最大悲剧是什么 最大的悲剧是 你知道悲剧发生 然后你还往悲剧那边走下去 无从选择啊 今天没办法就只能 这就是卡三卓了 这没办法 就是只能往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 当初来讲 大家都讨论说 你真的要让拜登出来选吗 能不能有其他人出来选 但是当时没有处理掉 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危机 都不断的一直在发生 谢谢 这个恐怖 也就代表这个热队流 是越来越旺盛 热队流旺盛了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航空业 现在也出现了 所谓的晴空乱流 倒不然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我以前想讲到晴空乱流 我没有感觉 可是这个画面 我吓死的是 竟然晴空乱流之后 有一个人 当然看到一只脚 为什么那只脚 他居然在 这个人比我壮 这个人比我高 这个人比我胖 他在这个晴空乱流 有飞机在跌坡的时候 他居然冲上上面的行李箱了 对 没错 你不要以为 这个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呢 西班牙的欧洲航空公司 那么他要从这个 等于说马德里 飞往乌拉圭的过程当中 去遇到那么晴空乱流 那么晴空乱流 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预测 一般我们的那个气象雷达 前面有那个大云 因为晚上你飞行的时候 可能看不见云嘛 白天可以躲过 那晚上怎么办 我们有气象雷达 所以里面如果有水气有云的话 你就要飞高或者是避开嘛 但问题是晴空乱流 完全没有办法 事先这个等于预测 没有 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气流 所以呢 等到你飞到的时候 你连那个警告 那个安全带寄警 都来不及的时候 砰了你就开始了 那么整个飞机就突然间 爬往下这样的急坠啊 那么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坠了几百公尺啊 所以呢 各位不要以为 你看那个 这个上面那一位 这就是外面晴空乱流 对 看起来晴空乱流 他非常的壮对不对 结果一下子 当你在急坠的时候呢 人就往天花板上面撞上去 所以才会有这么壮的一个人呢 竟然卡到了这个行李箱里面 他不是进去里面拿东西 也不是进去里面玩啊 他直接卡进去了 卡进去了以后呢 让人就受伤 大家把他给这个 然后接下来 总共有三十几个人受伤了 那么这个还算幸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啊 那么就在这个几个月以前 新加坡航空也发生了一件事 新加坡航空从这个 等下伦敦要飞回新加坡嘛 飞到泰国 各位 晴空乱流大举增加 这跟这个世界上的地球的 这个等于说 气候异常有关系啊 泰国的上空 最近晴空乱流出现非常多 那这一架 这是根据一些飞行员 他们的回忆了 那么这个新加坡的航空 突然间飞到那边的时候 无意境遇到晴空乱流 要整个飞行急降 那么他们形容说 有人说是三分钟降了1600公尺 那也有一位坐在 当时坐在飞机上面的年轻人 他说三分钟 我感觉好像十秒钟就 整个人轰地这样掉下去 像坐那个大路神一样 整个全部都掉下去了 全部掉下去了以后呢 这次的事件 因为有一位乘客 他有心脏病 所以他当场被吓到 心脏病发 结果他就死在 在这一支的这个等说晴空乱流里面 七个重伤 然后好几十个人 这个等于说受伤 后来飞机还赶快紧急迫降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 你不要以为晴空乱流 晴空乱流到底 太夸张了吧 你看那个人就飞上去了 新加坡航空为了这个事情 改变了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临时反应 所以我们不是搭飞机的时候 常常会有 然后叫你那个怎么 把那个安全带系上吗 各位 没有要去上厕所的话呢 最好只要人抓椅子上 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系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遇到寝空乱流 其实最危险的是哪些人呢 包括空姐 空少 尤其是负责 推食物啦 还是运送茶水啦 还有就是要去上厕所 在洗手间里面的人 在洗手间里面的人 那个最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一个遇到寝空乱流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飞机直接这样子装下去 那个速度 让你整个人撞到上面去 各位你知道撞到夺离谱啊 那么撞到有一次我自己的亲人 那么搭飞机 长城的这个等于说飞机啊 遇到寝空乱流 绝对 绝对不是这个 等于说吓唬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从这个等于说 厕所走出来啊 刚从厕所走出来那一段 没有人会料到 因为连那个 把安全带系紧的 那个警告信号的都没有亮 突然间寝空乱流了以后 他先看到 他先看到 那么空姐整个人上去 然后空姐在推的那个 整个人也撞到屋顶上 最后我的亲人 自己也撞到屋顶上就对了 把那个置物箱撞破 整个飞机置物箱撞乱七八糟 就是掉下来 然后当然就氧气罩就拿下来 现场大家哭了一塌糊涂 那么事实上呢 有些空 有些空杀的遇到情空乱流的时候 有一次 直接水平式的撞到这个等于 天花板了以后 掉下来 掉在乘客的身上 叫乘客救他 乘客就赶快把他给紧紧抓住 要不是把他紧紧抓住的话 他还会再抛上去 然后他撞下来以后 不会死即伤 所以千万在大飞机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防不胜防的 情空乱流 好 辉生 大家讲的 现在这种灾难 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州都出现这个状况 印度都没有想到 它也是一样大雨 也是一样洪水这个湍流 湍流到了 一家七口暴成一团 是 这画面看来真的让人家非常心酸 他们是一家七口 去莫买八十公里处的一个山区域度假 就没有想到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竟然突然之间暴涨的河水 他们就竟然就困在这个河水中央 你知道吗 你看他们一家七口全部暴在一起 这水实在太湍急了 慢慢的 慢慢的 比较小的小孩子承受不住了 结果小孩子就往下流了 他们疼困了吗 他们七个人里面 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 是自己有游游游上岸 其他的三个已经找到了遗体 然后另外两个下落不明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这样被冲走了 对 被冲走了 然后你看其实他们就是爸爸妈妈 小朋友这整个 在看了画面 这眼睁睁在大家的眼睛里面 他们一家七口就这样子 其实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然后他们讲说 事实上一开始根本没有发现到 这个河水会突然暴涨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是雨季的关系 突然之间的状况 所以他们想到说 这个气候异常 或者是瞬间的这样子的 山洪爆发的状况 其实在各个国家 而且这个越来越频繁 那包括印度在6月28号的 在中印边界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本来是在进行 所谓军事的一个训练 没有想到一个坦克车 车在经过一个河流的时候 突然就沉没了 那你现在看到 这是他们首都新德里的一个机场 就没有想到 也是因为滂沪大雨的关系 突然拒间屋底就塌了 塌了之后呢 竟然就压坏了 这个停在里面的一些车子 就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受伤 然后呢 现在就这样说这个雨 强降雨实在是 瞬间太强了 他这个整个坍塌下来之后 就压了很多车子停在下面 等机场 对 这机场 然后因为刚刚讲到 他的强降雨的关系 就是坍塌 然后下面很多车子 就被压在下面 就不幸的有一个人上针 那同样的 这样子不幸的情况 也发生在哪里呢 也在湖南 湖南一样也是因为在越洋的这个部分 你看这其实很可怕 发生了土石流 远远远远的 有没有 就是那个房子直接就被冲毁了 那许多的一个 因为就是土石流 也是从那个山上这个部分 然后滚滚 然后土石 整个冲击下来 结果白色的房子 就这样整个被覆盖掉了 然后呢 因为湖南越洋这个暴雨 这本来是人家的车库 一楼的车库 结果整个都变成游泳池 车子看起来 应该也都泡水 哇塞 这个不止 这不止 这车库 这车库 这停车场 对 停车场 这不讲话 还真的会以为是游泳池 那有的车子来不及跑的 可能就已经泡在水里面了 还有包括什么 整个这其实很可怕 因为也是因为瞬间强降雨 有没有看到 那个地基都被掏了 被掏空了 所以你看整个这个肝肠寸 突然这地基被掏空了 所以这里就是这个瞬间的雨势 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包括哪里呢 一样也是大楼的住户 但看着其实很可怕 他们竟然楼下都淹在水里面 甚至有人说 我们这个家里 我们是五层楼 我们楼下已经有三层楼 都不见了 赶快来救 结果打了两百多通电话 没有人来救 所以他们说这一次的一个 这样子的状况 可能会造成死伤很多 好 所以游泳 干涨的 现在在大西洋里面 已经来了第一个飓风 而且这个飓风非常恐怖的是 一下子从一个热带气旋 马上变成四级飓风 现在也到了五级飓风 而且这个地方 已经赶快讲到 已经造成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被遗为平地了 对 这个贝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他在24小时之内 从热带气旋 1234变成四级 然后变四级之后 又变成五级 这个是卫星预图 这样看一下 你竟然从这个地方 这距离地球多远 大概400公里远 可以拍到他的飓风一眼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有一个单位把他跑进去观察 进去他的这个飓风眼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怎样 非常非常的一个厚实的一个眼墙 这厚实的眼墙代表什么意思 NOWA特别开了飞机 进到他的飓风眼里面 对 其实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机构 遇到这种飓风都会开进去 但是他们说这次进去 真的是吓到了 因为他太厚实了 而且他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除了他24小时 从热带机员变四级飓风之外 他现在已经变成五级了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大价 扫过去之后 你在迦勒比海上面 沿途的每一个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盛文森在格瑞纳达 对 全部被以为平定 现在来讲盛文森格瑞纳达来讲的话 他们这边来之后 他们说大概90%的房子 全部没了 90%的房子都没了 一过去之后 你看屋顶已经直接被掀开了 然后他们那边有很多的那种房子 其实都不是结构太强的一个结构 所以扫过去之后 全部都不见了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有没有传输上网还没有 可是他们的总理是说 那是因为通讯断了 当你通讯有好的时候 我们很难缺乏 因为他们在格拉纳达来讲的话 很少没有办法经历 挡得住这一种大型的这种 沾带型的飓风 所以当他扫完之后 等到通讯恢复了 恐怕会非常非常的惨 因为他除了下雨 除了狂风之外 他会把这些海水倒灌 全部带进来 因为他的气选太强了 带进来之后呢 是没有人可以撑得住了 所以他们说 他们现在这些岛屿 凡是每一个经过的 都是揣了一旦 波多里哥也在这个路径上面 可能你扫过去之后呢 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你现在来看这个画面 屋顶被吹飞了 水塔被吹飞了 然后看一下这一个码头 这一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他想要去拉 把自己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来的时候 你看一边跑 后面也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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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整个都炸起来了 然后最后他还是跑不回码头啊 因为他想去把他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回来的时候 你看下面这个 但是因为他这个海浪 啵啵啵啵 整个都掀起来之后呢 就像是电影里面 感觉上后面是有人在追杀他 一路一路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就跌了下来 所以呢他这些画面代表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贝尔 很少加勒比海 接下来要直冲墨西哥 每一个经过的恐怕都是灾难性的一个场景 而且他这画面多可怕 就是刚刚讲他这风墙雨期 风墙宇宙的状况下 他慢慢看到的 全部一片雾 一片水雾 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他的带来的 除了他的眼墙非常厚实之外 他旁边的距离是非常大 里面有非常多雷雨包 所以你扫过去之后啊 旁边的这个雷雨包下去之后呢 你恐怕是有好几个小时 都是密集的一个下雨 而这几个小时密集下雨 如果你的基础结构不好的话 或是你基础建设没有完善的话 恐怕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现在6月7月就造 就有这种第一个气候形成 而且24小时之内 把他的强度一再一再的加强 代表说海水太热了 海水沸腾了 海水给他这些能量 那么以后恐怕这会变成常态 好 雨萱 刚才讲台北虽然我们没有这个飓风 没有这样的一个台风 可是光是一个热对流 就已经有灾情了 反而都没有说 我们现在讲整个全台湾各地 因为所谓虽然没有台风来 但极端气候对流的状况下 频频的在下午之间都会吓得豪雨 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苏华公路为例 苏华公路从得断呢 你仔细看这个画面里面 原本这地方应该是铁轨行进的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它出现了什么状况 旁边边坡应该有树林的地方 你有看 整个地基不断地掏空 整个泥土不断地往下面整个流起 铁路呢 铁路整个被掩埋了嘛 被淹没了嘛 完全看不到铁路 所以他们在这个状况下 还赶紧去加通 开通 预计说可能要等到3号的时候 才有办法开通 但不只是这样 花莲虽然说这个灾情非常严重 但北部地区也没好到哪里去 包括我们讲新店这个北移路的地方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会骑过去 它底下有一个大牌 但这个大牌各位你们仔细看 原本应该是要清澈的水流 结果完全变成这滚滚的泥流 这代表一件事情 它在上游的地方有地基 甚至是有山坡地 已经遭到掏空 甚至是我们讲的 有坍塌这样的状况 所以才会把整个泥水 往整个河川里面去带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包括有这种泳夜路上 有骑士骑着骑着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水流实在太过湍急 没有摩擦里 整台机车就这样硬身倒下 而你就知道整个在全台湾各地 都因为这种热对流出现了 平传的灾情 孤立雄当了国防部长之后 表现一下赤箱数没有了 踢政部没有了 做这些改变 可是你说 他最可怕的改变是 他现在有把刀 这把刀 现在挥向中科院了 其实中科院在过去来讲 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多事情 都很离谱 很多的专案不是跟不上进度 就是只好外包外包占外包 那么这次来讲 孤立雄要把中科院拿起来祭齐了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在乌俄战争看到了很多什么 无人舰艇 无人踢 无人舰艇 他们的打击能力都非常好 尤其是无人艇 无人艇直接可以去打到 那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你这样一骚 六百万 你就可以去把他们给砸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舰艇 所以无人艇重不重要 无人艇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现在来讲 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的话 乌克兰做了一个新的ストーカー 只要两百万的一个无人艇 乌克兰做了无人艇 两百万 对更棒 比过去来讲 六百万的海上宝贝更棒 然后攻击力道更强 你说台湾多少钱 对 我们这个真的很傻眼 我们中科院去做了四辆 然后呢 四辆里面呢 大概要多少钱 两亿两千万 所以呢 我们的一辆是多少钱 六百万 六千万 我们中科院竟然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一个无人艇 然后这无人艇 一辆的造价是六千万 你说乌克兰多少钱 乌克兰现在来讲 现在在用的是六百万 我们的是六千万 然后呢 乌克兰弄一个新的是两百万 我们的是六千万 然后呢 这也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吧 然后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中科院到底可以给大家 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因为他们之前 无人艇还没有做出来 但他们之前有做出来什么 无人机 可是他做出来无人机 被大家笑准是什么 是空拍机 因为乌克兰你看他的很厉害 你过去之后 第一个你可以定位 定位完之后 你的导弹 砰就打到 然后呢 你可以后撤 你可以拍照 你可以把所有地形地固整理好 而且你还可以当自杀无人机 对我们的没有这个攻击能力 不能当自杀无人机 我们的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呢 拍个照片 就结束了 就是反乘愉快就回来了 那我们的定位要怎么做呢 他拍了照片之后呢 我们要拿成图纸 然后拿出来对比 我们的地形地固 如果你在打仗的时候 你有办法去对比吗 当然不行啊 没有办法去对比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真的有办法处理掉中科院 或是有办法让中科院变得精实一点的话 我觉得顾力熊在这边的话 是比他废除踢震步 比他废除刺箱术 我觉得在这个来讲 更实在的东西 我们想说就觉得中科院 是台湾最神秘的单位 中科院什么都厉害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做飞弹 中科院可以做这个盒子 盒弹 对 就搞了半天 你光做一个无人机 是又龙又虾 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过去来讲 中科院做这些天空飞弹 做这些雄风飞弹 但是呢 现在来讲的话 很怕这些东西来讲 真的都变成盘子了